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中国很早就有选举 191多年就有选举了 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选举我昨天讲错了一个东西 因为我是没有搞的 我想到就讲 我昨天讲大概有2000多万人投票 其实是错的 2000多万人是第一次国民大会的投票人数 第一次选举 第一场全国补选 就是国会议员的选举 参议院 众议院的选举 总共有4000多万人 4000多万的人民来投票 有数据的4293万 它占全国总人口的10.5% 10.5% 当然昨天有一些读友 他们不明就里的就讲 5% 10%是很低的人数 其实一点都不低 为什么不低 以下我分享分析给大家看 我刚才提到 我昨天直播讲的2000多万人投票 其实是1947年 第一届国民大会的投票人数 这个国民大会值得讲一下 我搞错了 因为我有读很多关于民国历史 包括整个中国历史我都有读 民国历史的书我有上百本 所以我对那一段阶段都蛮熟悉的 而且也蛮喜欢那一个时期 民国时期有黄金发展10年 我之前的直播有讲过 那这个1947年的第一届国民大会的投票 其实蛮值得讲 我简短的讲一下 其实它被称为万年国会 万年国大 为什么 因为它只选举过一次 然后就一直都没有选举 直到1991年才退职 然后之后有第二届第三届国大选举 后来就废除了 所以这个国大一直被签文万年国大 或者是国大 国民代表大会 所以简称国大或国大 的原因就是这样子 这个国民代表大会在中华民国 也就是现在台湾 然后现在台湾是中华民国 在1990年之前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根据中华民国的宪法 总统在那之前是谁投的 我们都知道1996年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第一次民选直选总统 然后中选的是李登辉跟连战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当时是很大件的事情 因为总统直选 但是在那之前 大家知道是谁选出来的吗 我这样子讲 应该很多读友都会知道 其实就是国大代表所选出来的 国大代表总共选出了 中华民国的八任总统 就是从第一任的蒋中正 到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都是蒋中正 第六第七是蒋经国 第八任在1999年 也是由这一届1947年 所选出来的国大代表 来选出来的 就是李登辉 所以他总共选出了八任总统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选举过 所以这个万年国代 我在这里也分享给大家了 我是把他当年 在中华民国投票的人数 想成是191多年了 所以其实第一次全国普选 全国都有参与选举 是1912年年尾到1913年的 第一次中华民国国会选举 分享这一段小历史给大家 那我们回到1912年年尾到1913年的选举 刚才我说肯定很多读友认为 当时中国人口有4亿 所以你4,293万人出来投票 只是大概10.5% 肯定有读友说 10.5%有什么代表性 人数很少 但是你要知道 全国人民跟投票人民 是有差距的 我们看一下马来西亚的情况 2018年 我们马来西亚有多少人口 3000多万 我们有3000多万的人口 但投票人数是多少 1240万 所以你算一下 2018年85%的投票率 但是跟我们全国人民比起来 其实只有30多%的人投票罢了 对不对 3000多万人只有1200万人投票 30多%不到40%的人投票 所以你看30多%的人投票 而且你要知道 这个投票率已经是马来西亚最高的 所以你想一下 100多年前的中国 有10%的人出来投票 这是小数目吗 绝对不小数目 投票的人数还比我们现在马来西亚 还多三倍 四倍 那为什么 我们先讲马来西亚 为什么2018年 我们有3000多万的人口 出来投票的只有1000多万 首先那时有选民登记 有好几百万的人没有登记 所以现在的登记选民是2100万 那时才1400万罢了 1400万左右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所以选民要登记 那有五六百万的人没有登记 所以可以投票的人数就减少了 然后还有很大的原因 有大概1000万的人 像现在2100万嘛 有1000万的人是18岁以下 他们是不能投票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投票人数 必然会跟全国国民的人数 相差很远的原因 所以千万不要看小这10% 这是第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我昨天有提到 其实中国当时中华民国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讲的是1912年 1913年的中国 他当时的投票人资格是很严格的 我们2018年 只要你够21岁 然后你没有坐牢 你就可以去登记 你就可以投票了 但是当时的中国 他们并不是全民都可以投票 他有一个很剥削的条件 就是什么 我昨天没有讲 因为我不想浪费时间 今天特别开一个讲题 也让大家增进增长相关的知识 中华民国1912年第一次普选 女人是不能投票的 只有男性可以投票 所以你看 如果我们放在2018年 1200万人投票 一半是女生 那一半是女生 我们去掉这一半 剩下600万人可以投票了 那你换算成比例 其实也是10多%罢了 所以你敢说 中华民国第一届的全国选举 没有代表性吗 你错了 非常非常有代表性 而且当时除了只有男人可以投票 然后要21岁以上的男人 还有你要在你的选区住满两年以上 他们还有一个条件 还有一个条件 会让一些人不符合 就是几个条件里面 你要至少符合一样 一个是你有纳税 你有交税超过两元钱或以上 以前的两元像牛车轮这样大 你有纳税两块钱或以上 或者是你有500块以上的不动产 你有一间家有价值500块钱 或者是三 你是小学毕业或以上 三个条件 你要符合一个你才能投票 意思是如果你是穷人 如果你是没有受教育的 低等教育者 或者是你是女人 你就不能投票 所以你这样子算一下 其实当时的4000多万人 跟我们现在的投票人数 就是差不多的 你想一下我们马来西亚 也是有人是文盲 小学没有毕业 然后是没有缴税的 我们马来西亚完全没有缴税的人 是很多 不要说缴税两块 一分钱都没有缴税的人 马来西亚很多 马来西亚缴税的人口 就100多万 你想一下 如果真的我们用中华民国 当时的这个投票标准 来进行投票的话 我们马来西亚可以投票的人 就100多万 而且100多万里面 当然它三个条件 符合一个条件就足够了 三个条件里面 有些有缴税的 可能小学也没有毕业的 很多大老板都是 尤其是老一辈的大老板 他们都是很年轻就出来 打拼小学没有毕业 但是他们还是有资格 因为你有缴税就有资格 所以当时的选举 是剥夺了妇女的投票权 还有穷人的投票权 低学历的投票权 然后一些小商人 他们是有钱 但是做小贩的 他们没有不动产 然后他们又没有缴税 你要达到缴税门槛 是很难的 像我们马来西亚 要达到缴税门槛也很难 所以这些人都排除在选举之外 但是同样有4000万人投票 所以你千万不要跟我说什么 中国人不适合投票 中国人不能投票 这是完全错误的事情 不要给统治者来洗脑 统治者说你笨 你不能投票 你做不出决定 你就去相信 人家指着鼻子说你笨 然后你去相信 所以一人一票 不要让政治人物来界定 谁能投票 谁不能投票 110多年以前的中国 就已经有全国补选了 而且还进行得很好 选出了590多位众议员 就是下议院 200多位上议院 全部都是民选的 所以这个历史大家要知道 不要随便给人家忽悠 当然这个选举制度不公平 但是选举制度都是慢慢会演进 慢慢会改进的 像美国以前也是 我没有记错 也是女人没有投票权的 一开始也是女人没有投票权的 所以不要不知道就乱说话 说什么 只有10%的人的投票很低 你要知道它背后的原因 马来西亚 其实我们的投票人口 也只是30多%罢了 那你又不说马来西亚投票率很低 上一届选举有82%的投票率 你就认为很高了 但是跟全国人口比起来 还是相差很远的 因为有不符合资格 有年龄不足够的人 所以这是我一直说的 其实你懂得越多 你就觉得你懂得越少 像你看当我读到这些 中国的选举史的时候 其实中国第一次全国补选 是1912年到1913年 但在清朝末年的时候 就已经有选举了 清朝时代都有选举 我相信很多人不知道 当时当然不是全国补选 因为第一次是1912年 全国补选 当时是地方性的选举 选出来的成员叫知义局成员 这知义局是可以参与到政治里面的 那他一半是由清朝皇室来委任的 都会委任皇亲贵族 有一半是民选的 咨询的知 议会的议 然后局是这个局长的局 知义局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他的历史 今天我就不讲了 我只是想要讲讲 短短讲一个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清朝都可以办选举 当然清朝当时办选举是 他们想要君主立宪 但是他的君主立宪又不彻底 你看一半的议员是你 清朝委任的 那你这个选举怎样 我们都是输的 就算全部都委任了 选举选出来 全部都是立宪派 我也只是跟你打合 那我也推动不了任何的政务 更别说总理大臣是直接由你来委任的 所以这些历史大家要知道 你知道历史就不会轻易的被忽悠 你知道的越多就会觉得自己知道的越少 所以昨天有读有在那里大放厥词说 这个是很低啊 没有代表性啊 有头跟没有头这样 当你知道了历史 当你知道了原因 其实小丑是你自己 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之前有说 懂得越少的人就会觉得自己懂得越多 懂得越多的人就会觉得自己懂得越少 这个名言不是我讲的 我忘记是谁讲的 我只是转述而已 可能是尼框讲 可能是其他我读过的作者讲 但我没有去找资料 所以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那好 第一个短短的讲题 我们就讲到这里 先休息一下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